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一期讀 美國憲政史上 這絕對是會寫上一筆 他們的最高法院 把一個東西給反轉回來了 所以Overturn這個字 或者你可以說它reverse 什麼東西呢 Roe v. Wade 所以你只要聽到人家的報導的時候 講了Roe v. Wade 你會想這什麼字啊 這不是字 這是一個憲法上的一個案子 就曾經拿到最高法院 去被人家釋憲過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Roe v. Wade 講的就是墮胎權 墮胎的權利 那他把它反過來 所以原本呢 墮胎是OK的 所以現在變成墮胎不OK了 違憲了 所以標題再仔細念一下 Supreme Court 就最高法院 Overturns Roe v. Wade Ending right to abortion Upheld for decades 所以這邊有個關帶結構 因為標題的關係把它省掉了 So ending the right to abortion which was upheld for decades 所以這邊你可以把關帶跟逼凍子丟進去 所以upheld就是把東西給支持住 所以這個權利本來是在這麼多十多年來 就decade是一個decade是十年 所以decade是就負數 所以在這數十年來 這個東西一直都有被upheld 也就是墮胎的權利 那現在他把它end掉了 So ending right to abortion upheld for decades 所以標題我們這樣就看懂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一些 其實在內文裡面不見得有出現的字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你知道一個女生嗎 那她說imv 你如果看不太清楚這個字的話 我是希望你可以看清楚 因為我要放大幣沒有用 Damn it OK 寫的是PRO-LIFE 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可是這是你要知道的 Pro-life 所以它是一個Pro-life的generation 那你可能就得猜了 所以它到底是支持 還是不支持墮胎的 你很明顯它拿一個大聲工 拿一個Bullhorn 是在那裡你知道四位遊行的 所以它到底支持的是墮胎 還是反對墮胎呢 我們這邊就講一下這兩個term 一個叫Pro-life 一個叫Pro-choice 那你知道Pro大概就有支持的意思 所以一個是支持生命 一個是支持選擇 很多人講到這裡 大概就已經可以判別的出來了 要是你支持生命的話 你應該就是反對墮胎的 支持把這個小baby生下來 而如果你今天支持的是墮胎的話 墮胎的自由權的話 那你就是Pro-choice 因為是支持 女生要不要繼續懷孕的選擇 所以abortion這個字雖然叫墮胎 可是我真的在我們的口語使用上 這個字已經比較少提到了 因為這個字太直接了這樣子 那因為報導裡當然是非兩講不可 否則的話它要是閃閃躲躲的 一直只用Pro-life跟Pro-choice的話 那那個文字上也太綁手綁腳了吧 所以我們在口語上可能就變成 The right to terminate an abortion terminate a pregnancy 所以可能會有terminate pregnancy 可能會用這麼閃躲的字眼 來講墮胎這件事情 來講abortion這件事情 OK 那還有一個詞叫做planned parenthood plan是計畫的 所以有計畫過的 Parenthood就是當父母這回事 所以有計畫的當父母 是支持墮胎還是反對墮胎的 Well 要是今天你不小心懷孕了 這是在你計畫外的事情 好吧 那我們就把它處理掉 所以planned parenthood是支持墮胎的 所以有些那種 專門處理墮胎的診所 他們就叫做planned parenthood clinic 那在一些紅色的state 就比較保守黨那邊 很多時候這種clinic 可能外面就會有人示威啦 甚至可能會被vandalize 或之類的 vandalize就是把公務給破壞掉 所以今天這個公家機關的地方 或甚至是公共廁所 或什麼之類的 或一個雕像啦 然後被人家破壞掉 我們就用vandalism vandalize這個字來說它 就是破壞公務 所以很多的這種planned parenthood的clinic 都可能會被vandalize 因為會有反對墮胎的人 去那邊搞事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些些內文就好了 第一段他說的是 in a historic and far-reaching decision the US Supreme Court officially reversed Roe v. Wade on Friday 好 第一句 declaring that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abortion upheld for nearly a half century no longer exists 好 第一句講完了 或者 對 真的是第一句 所以這邊只有一句話 所以在一個 這樣的決定中 那美國的最高法院 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好 再一個 historic and far-reaching decision 所以在這樣一個決定裡 什麼決定呢 具有歷史意義的 所以historic跟historical 我們還真講過一集 就是把這種形容式的變化 拿來整理一下下 有興趣的自己回去看 有時候你可能會想說 老師你難道不能花點時間 把你的連結丟在你的影片最後嗎 不好意思啦 沒那個時間 我做了快500集了 你要我去找出這一集在哪裡 然後把這個連結丟起來 我還真的是很懶 我真的是一個很懶的人 對不起 我相信要找這個 是不困難的就是 只是我就是 好 就懶了 翻了 Alright 所以historical是有歷史重要性的 而historical就只是跟歷史有相關的 我寫了一本書探討清朝的隱私 為什麼要探討清朝隱私 但隨便啦 所以我寫一本書探討清朝隱私 Well that's a historical book because I talk about history 所以那本書如果賣得很爛的話 那它就一點都不是historic 它沒有歷史上的意義這樣子 好 anyway 所以在歷史性的一個決定裡 以及far reaching就是影響非常的深遠 所以far reaching 我相信它這裡打錯字 R-E-A-C-H-E不見了 難怪又看又奇怪 不管了 所以Supreme Court的最高法院 officially 終於官方的 就是officially了 官方的翻起來怪怪的 but anyway 所以reverse顛倒了Rovey Wade 所以他就宣布了declaring 那that之後是一個另外的字句 declare了這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是能夠執行墮胎的憲法的權利不再存在了 所以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no longer exists 這樣聽到 而這個right已經被uphold了半個世紀了 幾乎快要半個世紀 所以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abortion so the right to something 是一個我們接下來要講一個小片語 the right to do something 就你有什麼權利去做什麼事 我們用的是to the right to 像被那個警察逮捕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你有權利來去幹嘛講 the right to什麼東西 多半機會就名詞 ok 也不見得一定詞 其實可以是不定詞 我剛講那句就是抱歉 所以the right to abortion 那這個東西我們剛說的已經被uphold 所以這個剛剛說過了 half a century 然後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還有什麼可以看的呢 egregious這個字 好可以 所以他們的ruling說了 說了這個role must be overruled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它反過來 because they were egregiously wrong 所以egregious這個字 我在影集中聽過好多次 我記得house of cards就出現過幾次 egregious 就是說太過分了 就很過頭的 太敲鬼啊 這樣就egregious 那你有excessive exorbitant inordinate 這幾個詞 大概都可以拿來說 很過頭囉 這樣子 egregious excessive exorbitant inordinate 幾個字看一下就可以了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好 這個事情是太過頭的錯了 所以the argument the argument is exceptionally weak 所以他的提出的一些論點 非常的弱 以及對這個社會非常的damaging that they amounted to an abuse of judicial authority 這個amount to 我們有講過 amount一般來說是量 所以你一天喝很大量的水 you drink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amount是量 可是amount也可以是累積出了一個什麼結果 像要是你 你要是有個親戚 然後你覺得他一輩子都在戳脫 然後總之沒有成為一個沒有成才的話 你就可以說你這個親戚 he amounted 我們假設一個男生好了 he amounted to nothing 所以他的一生累積出了就是什麼都沒有 amount to什麼東西 我這裡也補一下 既然看到了 講了就說一下 amount to加個名詞 就是你這一生努力累積成了什麼東西 那也可能什麼東西都沒有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amount to一個什麼東西 就濫用了一個司法上的權利這樣子 濫用司法權利 fine ok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東西一過了的話 那就表示美國很大的 很大的 就整個國家的很大一塊 都不再能夠進行abortion這件事情 所以他這裡就說了 so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abortion will not be available in large swaths of the country yeah 所以我們從實際面來看 so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從實際面來看 abortion就不會是available will not be available in large swaths of the country 這個swaths這個字我特別找了一下 就是一個很寬的 一橫條一個東西 所以你想像一下美國是很多 你想像一下如果用 條狀來分補它們的話 所以large swaths of the country 你懂就好了 講的有點怪 說實在 but doesn't matter 我們下一個資料看的是這一個 就這表示 好 反正最高法院這些法官 他們想出的這個論點 就是一個女生 只要在她開始懷孕之後 她對她的身體就沒有權利了 你知道嗎 所以她們反多胎 就是她這個decision 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說了 indeed they said the court's opinion means that from the very moment of fertilization a woman has no rights to speak of 好 先看這一句 所以她們說 這個court 最高法院的opinion 就表示著 the court's opinion means means what that後面接下去 from the very moment of fertilization 所以這個fertilize這個字 OK fertilize 一般你可以理解為施肥 甚至是 所以fertilizer就是肥料 化學肥料 chemical fertilizer 這樣子化肥 所以fertilization 難道就翻成了施肥嗎 這裡變成了女生懷孕 所以 from the very moment of fertilization 一個女人 就沒有什麼權利可以說了 a woman has no rights to speak of if you speak of something 就是你談到什麼事情 所以你要是懷孕了 你就沒什麼權利好談了 has no rights to speak of 那一個州 a state 你知道美國 其實照顧都是以州為單位 雖然說有個聯邦 但是那個聯邦 事實上都很尊重state的 so a state can force her to bring a pregnancy to term even at the steepest personal and familial costs 好 所以一個州 可以逼她 force her like bring a pregnancy to term 這什麼意思啊 這就是 那你知道term有時期的意思 像比如說學期也可以是term 你想說學期不是 smasher嗎 就學校的學期 可是term也可以是 winter term summer term 那些的 所以 時期時間 所以 一個州可以逼一個女人 把她的pregnancy 一路帶到她 到期為止 是這樣的概念 OK force her to bring a pregnancy to term 即便這是需要花很大的一個個人的以及家庭上的代價 even at at什麼cost 就是以什麼為代價 有時候代價可以用expense這個字來說 OK 所以at 什麼cost 或者expense 以什麼為代價 像我們講說這個 把你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哭上之類的 事實上也是用at什麼的expense 這個片語 OK so you have your happiness at the expense of people's pain之類的 照就照的不好 but you get the idea 所以 即便是要花 個人上或家庭上很大的代價 那steep這個字就是很抖的 even at the steepest personal and familial costs 所以family這個字邊形容詞 familial 大概就這樣了 OK 好 所以 這邊 所以剛剛講的一些事實上 是反對的 幾個法官寫的 所以他好像並不是一個全數通過的 的一個投票 所以這邊有人說 with sorrow for this court but more for th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 women who have today lost a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we dissent 所以 所以你看這個句子 with sorrow we dissent 所以我們在有著悲傷的情緒下 我們反對 所以dissent這個字就是反對 這樣子 so with sorrow we dissent 中間還用hyphen插了一大堆的內容進去 就寫著 就 對了這個法庭 而且 所以 不只是 對這個法庭 對這個 叫最高法院 他們有著悲傷 有著 sorrow 而且還是有著 but more for th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 women 對著 好幾千萬的 many millions 大概就可以翻譯為千萬了 所以好幾千萬的美國女人 她們今天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 憲法的保障 所以with sorrow for這些事情 我們是抗議的 我們是不同意的 ok 好 那我個人 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比較偏左一點點的 我事實上 for a larger part I am a leftist ok so there are things that I am conservative ok 像有些什麼 我遵循看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比較右派一點點 ok yeah so I think you know there is only so much that individuals can ask a country to do 所以個人 你能要求國家的就是有限的 所以全民健保雖然說我支持 可是我其實沒有很支持說 社會用非常大的資源來 support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這聽起來還蠻殘酷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 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 是我還比較願意支持的東西 所以經濟上我比較偏右邊 但是在這種權力的 the freedom of choice 這個部分 the freedom to things 我覺得 and the freedom from things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說the freedom of the freedom to the freedom from 所以這幾個概念 像我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so we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from fear of prosecution for example fear of persecution 不是prosecution 所以人民有免於被欺壓的自由 被國家欺壓的自由 所以 freedom from freedom to do things 所以應該有自由去做什麼事情 so in terms of freedom I am very left 這方面我是比較左一點點的 所以我個人是支持 應該要可以墮胎才行的這樣子 畢竟很多狀況下 唉 懷疑不是一個最開心的事情 不過 可能這樣講 大概我相信有人會覺得說 No Paul I disagree with you That's fine OK We can have a discussion about this if you want 但是影片的話 大概到這裡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